在全球半导体芯片市场上 美国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从芯片材料 设计 架构 再到光刻机等领域 美国技术几乎遍布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这些年来 美国也诞生了不少的芯片巨头企业 像高通 英特尔 英伟达 AMD等全球有名的芯片巨头企业 都清一色地来自于美国 这也让美国成为了全球芯片市场上的霸主 这些年来 美企高通 英特尔 英伟达等巨头企业 一直都打着科技无国界的口号 在全球市场上发展着 并在整个芯片领域赚得盆满钵满 尤其是中国市场 美企芯片几乎占据了超7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我们高度依赖美企芯片的同时 也让美企逐渐对中国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但自从美国修改芯片规则后 美企的芯片销售越发困难 芯片价格暴跌 还是卖不动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美国大力造新会造成什么结果 不难发现 美国大部分的芯片公司都是发展销售业务 靠卖芯片赚钱 比如高通 英伟达 英特尔 AMD等 面向全球销售各自的芯片产品 似乎只有苹果的芯片是自己用 这就造成一个现象 那就是美国芯片公司 极度依赖中国的消费市场 大部分的美企 在中国都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与中国厂商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 就自由贸易而言 双方的合作是双赢的结果 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美国的芯片规则打破了市场平衡 改变了美企与市场的合作关系 按照美国规则的要求 特定芯片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出货 并且不能向特定厂商提供5G芯片 总之 在美国芯片规则下 美国芯片卖不动了 比如英伟达的显卡库存堆积 高通今年上半年的手机芯片出货量 同比减少600多万颗 德州仪器的芯片价格从90元跌到了10元 却还是销量堪忧 这些只是美企芯片卖不动的正常表现 更多的现象表明 美企在减少资本开支 通过大规模裁员减少成本 应对已经来临的科技寒冬 如果美企能实现大批量的芯片销售 就能快速回血 但是实际情况来看 美企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销量暴涨 因为美国规则束缚着美企的出货行动 今年二季度 美国芯片龙头企业英特尔 出现20多年来的首次业绩亏损 三季度利润再次暴跌八成 英伟达的利润暴跌六成多 其他美国芯片企业也出现业绩衰退 导致这些美国芯片企业大举裁员 为了避开规则 英伟达特意推出了A800芯片 用于替代身处规则中的A100 至于销售效果如何 还有待市场检验 但可以知道的是 英伟达想靠替代芯片翻身 实现销售额逆袭 估计没那么容易 毕竟替代品性能稍微落后 市场上很容易出现竞争对手 英伟达的技术性能优势 并不是最强的 为了能卖出芯片 美企德州仪器有的芯片价格 暴跌90% 已经降低到了10元左右 但依然卖不动 还有美国稀节的利润 也暴跌了94% 可以说半导体领域的寒气 已经开始蔓延 拜登没料到 美国芯片价格暴跌后 还是卖不动 美国规则只是一个原因 毕竟美国并没有完全禁止 美企出货中国 除了最高端先进的芯片 其余的芯片产品 还是能正常卖的 有美媒表示 是因为中国不买了 根据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11个月 中国集成电炉进口数量 为4985亿个 去年同期为进口数量 是5824亿个 相比之下 今年减少了840亿个芯片进口 同比下滑14.4% 实际上这样的数据 从今年以来就一直维持下滑趋势 预计2022年度的芯片进口额 会呈现下行状态 减少了芯片进口 相当于中期砍掉了相应的订单 按理说 中国有庞大的芯片需求 为何会砍掉这么多芯片呢 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两个原因 首先 中国芯片需求转换 消费电子芯片采购量降低 需求决定市场 当市场销售额下滑时 必定是有一部分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原本智能手机 电脑等消费电子 急需大量的芯片供应 但今年以来 大家对采购消费电子设备的需求并不大 手机出货量下滑至2012年的水平 一部智能手机搭载上百颗芯片零部件 这部分的需求下滑后 可想而知美国供应商失去了很多出货量 当然 中国芯片需求并没有完全降低 而是转换到了智能汽车 物联网等领域 其次 国产芯片开始发力 在条件范围内造成熟芯片 中国也有自己的芯片制造产业链 虽然在7纳米 5纳米等高端芯片方面 还有进步空间 但是 14纳米 28纳米的成熟芯片 是可以自己生产的 中芯国际通过加大产能 能满足大部分国内成熟芯片的需求 将来 中芯国际还会提升 28纳米芯片产能 手中的4座12英寸晶圆工厂项目 一旦完工投产 那么中芯国际的产能会更进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芯片卖不动的情况下 美国还制定了长远的造型目标 把台积电拉拢到美国建厂 美国推动台积电来美修建3纳米工厂 把投资额增加到400亿美元 未来会有60万片晶圆年产能释放 为了让更多的产能集中到美国 对方还专门推出了52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法案 促使英特尔美光科技加大芯片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 美国如此大力造新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恐怕会让美国芯片更加难以出货 美国不具备产业链优势 强行造新只会造成芯片成本的增高 在千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规模下 造出来的芯片恐怕无法维持正常的价格秩序 到时候消费者肯定不愿意接受价格昂贵的芯片 消费者不要芯片了 制造商越使加大产能就越会堆积产能 长此以往 美国的芯片要么转为内销 要么重新寻求消费市场的合作 转为内销是不可能的 美国没有庞大芯片消费市场的需求潜力 只有对接消费市场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如此一来 主动权就会回到消费市场手中 美国现在不和市场搞好关系 以后芯片能不能卖得动 就不好说了 芯片销售本应该放在自由贸易的市场中进行 不过我们看到了美国为了掌握高端芯片销售话语权 不让美企随意跨越规则 这么做对全球化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只会让美国芯片企业陷入泥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